那包括我們在量測一個 就是說一組數據它的這個集中的程度 所以我們一開始有談到一些像平均數啦 重數啦 中位數等等 這些是我們在量測一組數據 它的這個集中程度的一個指標 那當然我們說一開始 我們可以先用圖形的方式 就是類似我們用所謂的頻率分配表 對不對 就把那個圖形分配把它畫出來 可以去從圖形的分配去看出 它的大概集中的程度是在哪邊 但是那只是一個圖形的概念 那你今天要比較有一個明確的一個指標 或數據來談這件事情的時候 當然需要用一些所謂的集中 集中這個集中度的 這樣的一個傾向的一個量測指標 所以我們說有剛剛說平均數 重數 中位數等等 那除了這個東西之外 我們另外還要看數據的 就是它的分散的程度 所以我們上禮拜有提到一個叫做 變異數跟標準差 那變異數跟標準差的概念 當然它的算法是什麼 就是某一 就是要算這些數據 離我的這個集中 集中度的這個位置 特別是平均數啦 因為我們現在就接下來 就是以平均數為基準來看 就是說我的數據離我的平均數 就是中間的這個位置 它的這個距離有幾個 它的距離的情況是不是遠還是近 如果距離的數據 這些數據跟我的這個中間的那個位置 平均數距離遠的話 那代表這組數據可能就比較分散 比較分散一點 那所以我們就可以利用一個算它 數據跟這個平均數的距離的概念 那當然因為距離有正有負啦 所以我們把它取平方 取平方之後看取它的平均值 那得到就是變異數 那再把這個變異數開根號 就得到所謂的標準差 得到標準差 這我們上禮拜提到 那這個變異數或標準差 就可以用來量測這一組數據 它的這個分散的情形 分散的情形 那但是變異數跟標準差 除了就是我們說過 它可以用來做 我們數據的分散的程度之外 它其實還有很多用處 包括它可以來量測 它這一組數據它的一致性 因為你如果變異數越小 代表這個誤差 這組數據跟我的這個某一個 就是所謂的平均數這個集中度來說 它是一個還滿接近的 所以它的一致性是夠的 所以這個變異數跟標準差 除了看它的分散程度 另外一種 另外一個意義來說 就是在量測這樣一個變數 它的所謂的一致性 那另外我們也可以利用 標準差跟數據來決定 它的數據分配的這個比例 百分比的概念 所以我們上禮拜有提到一個什麼 拆比雪不定理 拆比雪不定理 那之後呢 我們也會利用這些 來做推論統計 所以這個變異數跟標準差的概念 還滿重要的 我還沒有差這個 那當然我們也有提到這個變異系數 就是說如果你有兩組數據 是不一樣的單位的時候 你要看它的這個變異的差異的話 這個變異數或標準差 它沒辦法直接拿來比 所以你必須把它轉換成變異系數的概念 所以很簡單就是把它的這個 如果是樣本的話 會把它的這個標準差 處理它的平均值 就是sample mean 那如果是母體 什麼叫樣本 什麼叫母體 有概念吧 我們之前講了好幾次 都有提到這個 那如果是母體的話 就是用它的這個Sigma 處理它的mu 這個符號要記得 有印象吧 這個不要忘記 Sigma跟mu 這是x over x bar的概念 所以這樣的話 就可以去比較不同單位的這個數據 他們的這個差異情形 這我們上禮拜都提過 那財皮雪夫定理 是1-k²分之1 但是k必須是大於1喔 大於1 那我們說過 財皮雪夫它的概念是 一個所謂的叫做低估 under estimate 所以像它兩個標準差 如果平均數在這邊 距離兩個標準差 大概是75% 但是我們說過 如果你已經知道 這組數據它的一個特定的分配 當然像兩個標準差 對任何的 按照財皮雪夫來說 對任何的分配來說 大概有75% 那如果是我們比較確定的是 常態分配的這種情形的話 兩個標準差大概會大 它的數據會涵蓋 我們說的數據大概95% 所以剛才那個是75% 現在是95% 所以代表怎麼樣 代表財皮雪夫它是一個 under estimate 就是低估 因為它是不精準的 不精準 所以它要估的比較寬一點 所以75% 算是比較小的範圍 但是到normal distribution 你很清楚的話 你知道它兩個標準差的範圍 裡面有多少數據呢 有95% 有沒有 那財皮雪夫是針對 any distribution 任何的分配 都可以這樣去談它 所以大概有這個差異 好 那我們上禮拜 其實最後談到位置測度了 就是說這個position 這個 這筆數據 它是位於我們的這個數據的 這筆數據就是很多數據的 很多資料裡面的 哪一個相對的位置 所以我們要去量測它 那我們一開始談到這個概念也很重要 叫標準分數 那以後我們在做一些 機率分配的時候 也會用一些標準分 就會把一些原來的分配 把它轉換成所謂的標準分配 就是之後我們會談到像常態 那常態分布 有時候我們會再把它轉換成 利用標準分數把它轉換成 標準常態分配 那當你的常態分配轉換成 標準常態分配的時候 它有一些些微微上面的性質的差異 那個時候我們再來談 那至於怎麼計算標準分數 其實很簡單 它叫Zscore 這個名詞也要記住 Zscore 它就是怎麼樣 數字減去平均數 出於它的標準差 就是它的Zscore 那這個也可以用來量測 某一筆資料 在這一群資料裡面 它大概是在哪一個位置 所以它的概念 根據它的計算的結果 不管你今天是樣本還是母體 那樣本就是一樣 用Sample mean 用它的標準 Sample的這個standard deviation 那母體的話 就是用它的母體平均數 μ出於它的母體的標準差 那Zscore這樣的算法 代表這是什麼 它是這個數據是高過平均數 或者是低於平均數 有幾個標準差的概念 所以用量測幾個標準差來決定 所以這個數據是位在 我們這一群資料裡面的 某一個位置 有沒有 所以是用標準差的概念來量測 它的這個位置的測度 清楚嗎 知道 Zscore 就是用來量測這個資料 這一筆資料 它在我的整個整群資料裡面 它是跟我的平均數 是距離幾個標準差的 概念就是這樣了 好 好 那這是我們 那這個的話 你如果可以用標準分數來看的話 我們之前看過幾個例子 那它一樣 它就可以利用標準分數來評斷說 那你今天如果假設有兩個 就是 就假設兩組資料 那兩組資料 你要看看 像這個考試的分數來說 那不同的考試 它有不同的難易程度嘛 那但是你不能因為分數的大小 來決定說你考得好或不好 你必須要利用把它轉換成什麼 所以我們從標準分數來看 它到底是位在 這一群考生的分數裡面 它大概位置是在多少 所以上次我們看到是像 什麼維基分跟歷史對不對 那維基分跟歷史 它的分數 考試的分數的平均跟標準差 是不一樣的 那你如果考在哪個位置 考在哪個分數 它算出來的Z score 跟看出來它是多少 所以對維基分是1.5個標的Z score 然後對歷史是1.0 那所以當然你就要知道說 那這樣的話 你來看這兩個數據的話 你來決定說 那到底是維基分考得好 還是歷史考得好 因為它是在同一個 同一個基準下面來看它的 所以哪一個好 我們上禮拜看這個題目 對不對 哪一個好 維基分考得好 還是歷史考得好 維基分考得好 為什麼 它有在比較遠的 它離平均數比較遠 因為它是正的對不對 那歷史只有離平均數 一個標準差 所以當然相對就比較不是 跟這個維基分比起來 就相對差一點 類似這樣的概念 所以同樣的例子 這個我們就跳過去 好我們接下來要看 上禮拜沒談的 就百分位數 那百分位數相對就 其實看起來應該比較簡單 但其實我後來發現 好像也沒有那麼簡單 好 百分位數的英文叫percental 那percental的話就是 把你的數據從小到大 分割成100個等分 這樣去看 就這樣而已 所以我們也習慣就是 百分比的概念 這個我想我們從小到大 你們的分數大概 當然我們都是用 因為考試的分數 如果以最單純來說 就是0到100分 對不對 所以0到100分的概念 就有點類似這個概念 有點類似百分位數的概念 所以你今天如果 我們分數考試 像我們期中考期末考 也是100分為滿分 對不對 那100分為滿分 所以怎麼樣 怎麼樣 你考幾分 就是代表你的位置 就是在那個百分位數 這是很直接的 對不對 但是問題是 有些數據並不是從 從0或從1到100 他可能他的位 他的這個 這個數據的位置 他的不是位置 他的這個範圍 他可能是從50分到100分 那你怎麼樣去說 好 那如果今天我是從 從0分到50分 當時我的 50分是我的最高的 最高的這個分數的話 那你今天考30分 對不對 那30分 跟你在一個0到100分的 這個成績裡面考60分 那是不是類似一樣的東西 他的位置 0到50你考30分 所以大概你的那個百分比 大概是什麼 50分之3嘛 把50分是30 5分之3 然後如果是1百分60呢 大概也是5分之3嘛 所以就把它換成百分比的概念來看 把它換成 把數據切割成100個等分帳概念來看 像類似 像你們之前什麼 學測 但這不是學測啦 這是美國的一個 所謂的英文測驗的成績 那他的比例分數 比例分數當然這個可能 不曉得他是 當然我們不知道他大概是 可能也許是從0分到100分好了 但是他的 考出來的分數 這就是類似他原始分數啦 他原始分數最低的可能是30分 最高的是68分 68分 那30分到68分這個中間 那我們要看看說 好今天如果你是考58分 那這58分代表你在這組數據裡面 你贏過多少百分比的人 類似這樣的概念 你贏過多少百分比的人 所以這邊的話 他把它換成百分位數的概念來看的話 他這邊對應過來的話 可能就是 如果你是考原始分數58 他就對應到81% 就代表我可能在 這個階段裡面的話 他可能是可以得到 要贏到81%的 就是比81%的這個 人考的分數來得高 類似這樣的概念 所以這個是一個 一個application 一個應用百分比的概念 那或者是類似這種圖啊 這種圖可能 有沒有看過這種圖 可能劉力有沒有看過 劉力有沒有看過 劉力有沒有看過這種圖 劉力有類似這種圖嗎 劉力有類似這種圖嗎 劉力有類似這種圖 然後有曲線 好多條曲線有沒有 有喔 是在看什麼 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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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諾係數 有啊 尼諾係數是幹什麼的 就是他跟 就是他跟 各代表一個東西 所以他代表 尼諾係數的物理意思是什麼 好啦 尼諾係數有一點類似 他有時候是用查表的嘛 對不對 那是查表方式去查出來的東西 那這個當然也是類似 當然不是表啦 查圖啦 那這種東西是一個百分比的概念 有點像是我們之前也許留歷看過 查不同的係數的一個表格一樣 那當然這個是把很多數據去整理出來 然後去畫出來的一個圖 那這個圖當然也是一樣 橫軸是某一個 某一個attribute 屬性 縱軸又是另外一個attribute 所以他這個表其實是在看年齡 對應這個體重 年齡對應體重 然後他所在的位置這個百分比 那這邊每一條曲線所代表的 就是一個百分比位數 像這個最底下的就是5 就是5% 類似5% 5個百分比的曲線 大概是在不同的年紀 不同的體重 他的這個5個百分比的曲線是這樣 然後接下來10、25、50、75、90到95 類似這樣的概念 那這種圖怎麼看呢 這種圖就是說 假設今天要查一個11歲的 11歲的這個一個學生好了 那他的體重是在82磅 他是磅 不是公斤 11歲82公斤 好像有點太多了 是11歲82磅 那你就把它連起來嘛 對不對 你們是不是查係數也是類似這樣 把這兩個attribute的數據連起來 然後看他落在什麼 落在哪一條曲線嘛 對不對 落在哪一條曲線 那這個曲線正好 這邊11、82正好落在50%這條曲線上 那代表什麼意思 就代表這個人 他11歲如果他是82磅 那他正好他的體重會是 所謂的在同年年裡面 是屬於什麼 重量體重大概是佔50% 就是大概在中間啦 就是不會特別重也不會特別瘦 不會特別重也不會特別瘦 類似這樣的概念 所以那但是如果說 我們如果今天假設這個數據 不是正好落在這個線上面怎麼辦 那當然你就是自己去把它內插啦 懂不懂 就類似內插 如果你今天是落在這邊 那你就是落在25跟50中間 那你就稍微roughly去看他的這個位置 然後去給他做一個roughly的 大約粗略的一個估計的內插的概念 那你就可以去得到他大概是落在幾個% 那這個當然這是課本的例子 那這個東西我們台灣大概沒有在 我不曉得有沒有 以前我在美國念書的時候 正好在美國生老大 那我們那時候生完之後 就要量體重量身高對不對 小朋友啦 就小baby 然後他也有一張錶類似這樣 不過當然因為這個是從兩歲開始 那他還有另外一種表示可能新生兒 新生兒的這個年紀 這個他不算年紀啦 算幾個月啦 幾個月然後體重 結果我們想應該東方人的小朋友應該 那個百分比應該很低 就是會落在比較後面對不對 結果我們家老大量出來竟然是90% 嚇死我了 我說怎麼會這麼誇張 然後後來 所以不知道怎麼說 因為當然也有完產 完產就是比較delay 就是沒有在預產期後面生的小朋友 可能後來發育的比較快 所以就比較大 所以那個護士也是覺得很訝異說 你們東方人 台灣人怎麼生出來的小baby 因為這個是以他們美國的size來看嘛 竟然會到90% 那當然 當然我的小朋友長大之後 就沒那麼高也沒那麼壯 所以就驗證了一句話 小時了了 然後也不是說這個概念啦 就是說反正就是這個每一個年 每一個階段每一個年紀 可能都會有不一樣的一個結果啦 當然我們可以透過這樣的一個圖 來看他的這個分配的百分比 所以這是一個很直觀的一種圖形來應用 那以後 當然在科學上面 這個其實也某種程度算是一個科學study的結果 那像剛剛說過流利的一些係數 雷諾係數等等 他大概也是可以用這種方式來算 好 那百分比的概念 我們也可以用什麼方式去看呢 記不記得我們之前有一個類似這種叫什麼 群組分配 還記得怎麼弄嘛 這個 就是說給你一組數據 你怎麼去弄出這個 這我們上次是不是有練習過 有沒有 其中考一定考啊 就給你一組數據 要你分多少群組 然後你就要去把它怎麼樣 把那個群組弄出來 然後去找出他的絕對頻率 對不對 然後絕對頻率就可以去畫什麼 畫磁方圖 那另外我們也可以去算他的累加頻率 然後再去算他的相對 累加的相對頻率 我們可以去畫什麼 畫尖形圖 對不對 上禮拜 是不是有練習過 那 那這邊當然他已經先把你分好 這個例子好像200位大學生 他們的收縮壓 那 厘米或毫米拱柱 所以 大概有分1 2 3 4 5 6 分6群 然後他的頻率大概是這樣 那當然你 他已經幫你分好了 那如果他沒有幫你分好 你就要把200筆資料去整理成 這樣子一個過程 你們要自己也要知道怎麼去弄 好 那我們現在重點不是在怎麼去得到這個頻率 這個已經given已知了 那我們去看看他的累加頻率 那累加頻率當然很簡單 累加頻率就是把它 把它累加起來 最後 他的頻率 因為他就有200個嘛 那所以這家 最後一組一定是有200個 然後再去把它換算成 他的所謂的累加百分比 那累加百分比 我們之前應該也有談過了 就是把這個群組的絕對頻率 除以什麼 除以他的total number of the頻率 就出現的次數 所以累加頻率除以他的累加 total的次數是200 所以就得到他的一個百分比的概念 那這個就是他的累加百分比 這應該OK啦 這個也很直觀的東西 那接下來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東西拿來畫什麼 可以來畫什麼 這個是什麼圖 這個就是什麼 歐改 尖型圖 對不對 那這是一個尖型圖 那尖型圖 那尖型圖某種程度 這邊是一個主邊際 但是這個主邊際所代表的意義是什麼 剛才那個例子是什麼 收縮壓嘛 對不對 那這邊縱軸就是他的頻率 累加頻率 那我們其實 當你畫成這個累加頻率圖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利用這個圖型 來找他的一個類似百分比的東西 百分比的概念的東西 所以 當然他這個不是那麼準確 因為你看這個尖型圖 他不是一個很smooth的curve 他基本上是一個折線圖 那折線圖當然就是 他中間有一段是什麼 這一段 這一段 他其實是一個內插的概念而已 所以我們今天如果要用這個圖型 來找一些東西 假設好我們今天想 因為那個是做出200個學生的數據嘛 那得到這樣一個累積百分比頻率 那我今天如果要用這個尖型圖來找什麼 假設我今天有一個學生 他的收縮壓是130毫米鞏柱的話 那我要知道他大概是 就是在這個200個學生裡面的概念 是佔了 他是在 如果在百分比是多少 就是他這個130毫米鞏柱 大概 贏過多少百分比的學生 當然講贏好像不好啦 收縮壓太高 是好還是不好 是不好 應該算輸啦 但是反正 如果以百分比的概念就是說 有多少學生是低於130毫米鞏柱的 所以你用這個130對應上去 大概可以得到是什麼 大約是70 所以你就說 大概如果你今天的收縮壓是130毫米鞏柱 那你大概怎麼樣 你大概落在這一群數據裡面的70%的位置 或者說有70%的學生大概 比你的收縮壓還低 類似這樣的東西 這樣知道嗎 那當然這也是一個禁事解 剛剛說這都是禁事解 那反過來也可以這樣算啦 假設你今天有一個40%的 就是說我今天想要知道40% 在這群數據裡面40%的人 他的收縮壓大概是落在哪裡 那你就把他對回來 40%對回來到這邊 得到大概是什麼 也許是118 所以大概 如果你今天要抓40%的這個學生 他的收縮壓是低於多少 是低於多少的話 你就從40%拉過來 得到在118 所以大概是落在118毫米鞏柱的概念 所以這是一個他的應用 利用尖形圖 我們也可以來找出這樣的一個 近視解的概念 百分比位數的近視解 好 這個都很簡單嘛 對不對 這個都對各位來說都不難 那我們接下來如果要真的去算他 真的要去算他 是有一個公式可以算 但是這個算的公式 我們待會會demo給各位看 其實有 就是我們課本的這個公式 那以後我們說過我們都會用Excel 那Excel裡面也有內建的這些 所謂的算百分比的公式 但是Excel裡面的公式 也不是奇怪啦 那個反正是有一點不太一樣的變形 那以後看怎麼樣 我們會特別強調說 你今天是用哪一個方式去算這個百分比的概念 然後所以我們先介紹我們課本用的概念 我們課本的概念 那課本的概念呢 如果你要以知一個數字X 那你要去算他的百分位數 那百分位數是大概是等於多少的時候 那他的算法怎麼算 他就是算比X小的數字的個數 然後把它加0.5 要加0.5 然後除以總數字 因為你是要算小於他的嘛 你要算小於他的 所以你要稍微再多一點 所以要加一個0.5的概念 這個是個數喔 比X小的這個數字 他的個數是幾個 那因為你要算 不是正好那個S 你要算比他小的話 所以你要多他 所以要多一個0.5 是在這個意思 然後除以他的總數字 然後乘以百分 乘以100 就得到這個百分位數的公式 好 來看這個例子好了 然後考試滿分20分 10位參加得到的分數是這樣 那你要求12 那你這個12分 他的百分位數等地 就這樣 所以我們的數字他其實就 他是20分啦 但是他的考試的範圍是在這裡 那我們要算他的百分位數的等地 所以你先去把他從小排到大 從小排到大 那剛剛說過是多少 比12小 比12小有幾個 1 2 3 4 5 6 有6個 那12要不要算 12不要算啦 比12小 所以有6個 那6加0.5 所以是6.5 那他的總數字有幾個 你有10個人考嘛 所以6加0.5除以10乘100 所以得到的結果就是65% 所以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12分 12分這個學生是高過什麼 高過這個班級的65%的學生 所以他的百分位數是用這樣的方式去算 因為他算是 這個值本身小於他的百分位數是多少 高於他 就是這個位數是高於下面這些 那高於下面這些 當然因為這邊剛剛說加0.5 是讓他取到中間的概念 不然的話你如果只有6的話 就是當然 你說他高過60 當然也OK啦 但是多一個0.5 至少這是課本的說法 他可以用這個加0.5來代表說 他是高過65%的學生 如果你考12分的話 所以他的算法是這樣子 好 那 同樣的剛才的例子 6分 那6分剛才來看一下 6分是在哪裡 6分是在這裡 對不對 那6分在這邊 所以6分他高過多少百分比的學生 那小於6有幾個數字 3個嘛 小於6有3個數字 所以你就把3加0.5除以10 所以是35% 所以大概6分他是怎麼樣 他是高過高過這個 這個這一班 就10個學生裡面 他是大概超過35% 35%的學生 是這樣的方式去算他的百分比 OK 那反過來呢 剛才是已知道你的那個位子 你的那個數據的分數 那你要算他的百分位數 那現在反過來就是 如果你知道百分位數要反推回去 他的什麼 他的這個位子數字是多少 他的數字多少 那怎麼算 一樣 這邊其實概念是差不多 只不過現在稍微reverse一下 現在一樣先把他先排序 排序以後之後 你把這個c 這個c要算出來 這個c就比較重要 c是說你把你的這個總數字的個數 你都好 n就是total number 的這個數據嘛 那p就是你說的百分比 你如果是百分之30啊 或百分之60 類似這樣的概念 好 那這個百分比乘上總數字之後呢 再除以100 那這樣除出來的結果呢 它有可能是整數 它有可能是整數 有可能不是整數 那如果是整數的話 比較簡單的話 如果整數是下面 也不是比較簡單 如果是整數的話呢 你要先 要怎麼去找 找出他的這個數字呢 那這個時候你要從 這個c有點類似在counting 再算 算他有幾個數字 所以要從最小的數字往上去算 去算什麼 算第c一個 就是因為他已經一開始整數 是第c一個跟c加1個數字 就是他變成是要取他的這個中間值啦 因為他正好整除 正好整除的話呢 你就不能夠正好是某一個數字 你要變成是要 從小往上算到第c一個跟c加1個數字 然後把它相加除以2算它的平均數 類似這樣的概念 這個才是你的這個這個 在這筆數據裡面的位置 那如果c不是整數的話呢 那一開始比較麻煩 要先把它無條件進位到下一個整數 是無條件進位 那無條件進位完之後呢 你再從最小的數字往上數到 剛才的那個c無條件進位到的那個整數 那那個整數所代表的數字就是答案 這看起來好像有點抽象對不對 我們看例子會比較清楚 但是你記得這個公式 就是你的total number of data乘上它的percentage 然後再除以100 然後得到這個c 然後再看看c是整數或不是整數 再來做決定 好來看例子 這個好像也是剛才那個例子 2 2 3 5 6 8 10 12 15 18 20 這10個數據 那你要求第25個百分位數的時候 它的數據是出現在哪邊 好 這個剛才反過來嘛 記不記得 剛才我們是算什麼 算如果是6的話 這個6這個是大概在整個數據的百分比多好 剛才是這樣算 現在是反過來 告訴你說我已經知道是25% 那我調25%的位置大概是在哪邊 好 那所以按照剛才我們的那個算法 c c是等於什麼 np除上100 所以n是多好 n是10嘛 那百分比是剛剛說25 所以就直接乘以25 不用乘以0.25啦 其實類似乘以0.25啦 因為你25除100不就是0.25嘛 其實概念是一樣的 所以當然你如果是給你25% 你就乘以25除100 就類似乘以0.25 所以得到的c就是2.5 那2.5是整數還是不是整數 蛤 2.5當然不是整數嘛 所以你要怎麼樣 按照剛才說法 如果不是整數要怎麼樣 要禁位嘛 好 所以2.5禁位就變對不對 禁位變3 那禁位變3好 那3知道之後呢 我們接下來就是從最小的數字往上數 數三個位置 好 從最小的數三個位置 2.3.5 這是1.2.3 第三個位置 那第三個位置是多少 是5 所以5就是我們25個百分位數所在的位置 就是這樣子 知道嗎 好 同樣的例子 剛才那個是正好 那個算出來的c不是整數 所以無條件禁位 那如果要算一個整數 像我們如果是60個同樣的數據 60個百分位數 那60個百分位數的話 在這邊是在哪邊 在這個 這組數據裡面是在哪個位置 那一樣 剛才是n是10嘛 p是60 所以10乘60除以100 就是乘0.6的概念 所以c正好整除了 c是6 那c是6的話 我們剛剛說 整數的話 就反而要再怎麼樣 要把它加1 所以你要去從小往上算 算到6跟7 這兩個位置 然後把這兩個位置的數字 相加除以2 對不對 所以 6 往上數6個 1 2 3 4 5 6 是10嘛 再加一個7 12 所以10加12 相加除以2 所以你算出來的結果應該是11 所以代表 如果你是11分的話 你就會贏過這班60%的學生 OK 所以60%的位置 60%的位置的對應的成績就是在11分 在11分 OK 這個計算都很簡單 計算都很簡單 所以 我看還沒有例子 待會兒我們再看 所以這個是算 算百分位數的概念 算百分位數的概念 是課本的例子 課本的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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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這邊有沒有問題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那個 Excel的算法 Excel有現成的 不過Excel的算法 有一點 有一點怪怪的 但是我也不曉得為什麼要這麼算 但是有一點 有一點相似 好 我們來看Excel怎麼算 算百分比的概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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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課本的例子嘛 對不對 那它的成績 我們如果按照課本的去算 像剛才我們說25%大概就是5 大概就是25%嘛 那剛才好像有一個12 12的話好像是65% 對不對 這個是你按照課本的方式去算出來的 這個用Excel算也很簡單 那接下來要看的就是Excel裡面的這個算法 Excel裡面的算法它又分成兩種算法 所以我這邊有特別加include跟exclude 你知道看得到嗎 後面 還是要把它切到你們的桌面 後面看得到嗎 看不到 看不到切到你們桌面 好了 你們桌面有什麼不要的東西要 這個裡面有分兩種 Excel它分兩種算法 但它的公式是什麼 它的公式來看一下 你如果要去算它的ranking的話 它叫做percent p-e-r-c-e-n-t 然後r-n-k percent rank percent rank 然後如果是點 然後再加一個點inc 點inc就代表include 那什麼叫include呢 include的意思就是說 它把0跟100 把0跟100都把它 就是頭尾都把它加進來了 就是它在算百分比的時候 它是把0跟100加進來 那當然所以對應的exclude 這什麼意思 exclude就是0跟100沒有加進來 所以它就有這兩個差別 這兩個百分比的算法的差別 所以你看你算同樣的數據 我們include進來的話 它的第一個百分比一定是0 那最後一個百分比呢 一定是100 一定是100 那接下來怎麼去算它 其實很簡單 它這裡面percentinclude的 它其實就是 就是兩個參數而已啦 然後兩個參數 它的參數就是 來我們點一下 其實三個參數 應該有三個參數 但是你最後一個參數不寫沒關係啦 一個就是它的範圍嘛 第一個範圍就是它的array array就是它的範圍 然後第二個參數就是它x 你的這個數據是在哪一個 數據是哪一個 然後最後一個參數呢 就是它的那個significant 就是它的那個有效位數 有效位數 有效位數就是它小數點要下幾位 那一般來說 如果你不寫這個2的話 它的default是三位 如果你這個2 最後那個2不寫的話 它是它會小數點下三位 那當然我們把它乘以100的意思 就是讓它怎麼樣 讓它回到跟我們一樣的 這個百分比的概念 懂不懂 所以這個2可寫可不寫 你如果不寫的話 就變三位 比較精準一點 懂不懂 好 所以你看第一個 第一個用excel的percent rank的include的話是0 那如果是exclude呢 exclude它的公式 它的公式跟剛才一樣 差不多啦 只是最後插一個什麼 它是percent rank.exc exc代表就是exclude概念 然後它的參數也是一樣 就是它的range 它的位置在哪邊 然後接下來就是把它拉下來而已 拉下來 那所以你會看到exclude呢 它就沒有把0跟100放進來 所以它最後得到的這個百分比的位置的概念就是這樣 所以這是兩組不同的算法 那你看我們課本的跟這兩個 它好像正好有點像是in between的感覺 有沒有 09 然後我們課本是5 然後11 1118課本是15 2227是25 3336是35 來到這邊 越中間它就越接近了 4445我們是45 555455 6663我們65 然後7772我們是75 8881我們是85 190我們是95 所以課本的算法有點算比較中庸一點 算得有點在中間 那用incel的這兩個百分比的這個概念去算的話 它就各有各的概念 那至於incel它是怎麼算的呢 incel如果是include的算法呢 它是用k-1除以n-1 那n一樣 n就是你的total number n是你的total number 那k是什麼 k是你的這個就是位置 percentage的那個位置 就像如果你是像這個k k如果是第一個位置的話 當然k就是1 那1-0 1-1就變0 所以它得到這邊就是0 所以它的對include percent rank的include的算法 它是k-1除以n-1 那對exclude的算法呢 它直接就是k除以n加1 它用k除以n加1 所以可以它有這兩種不同的算法 那其實可能從統計學家角度來看 它們會有不同的意義 那但是我們課本的算法 看起來是比較中性一點 比較中性一點 那反過來呢 這個是我們已經知道你的這個數據 你要從這個數據裡面的某一個資料 去算它的百分比對不對 用這個percent rank的概念 那反過來我們剛剛說過 如果你要知道某一個百分比 你已經知道某一個百分比 你要回推說這裡面是有幾個數據對不對 那我們剛剛課本的例子是 剛剛課本的例子是怎麼講 剛剛我們課本的算法是 這個沒有 好啦 趕快講完 剛才不是有一個25%跟60%對不對 那我們剛剛課本的算法 就是你把它 像把它怎麼樣 把它這個25%就是25 乘上你的total number 10乘25除以100嘛 就類似乘以0.25啦 那把它run up 那run up起來得到c對不對 那得到c是3嘛 那3我們再自己用手動去算2 1 2 3 所以是5 所以得到15對不對 那60的話 那60的話 我們課本的算法 剛才也講過啦 對不對 就是把它 把它直接 因為它這個直接整除啦 整除的話你就不用再run up 所以是6 然後呢 要把它往下 因為正常是整數 所以你要把它算到 從6到7 然後去把它相處 把它處於F 所以你得到的就是 把第8跟第9個位置 反正就是把這兩個位置 從最小的往上數到第6 到第6 第6是8嘛 第...不是啊 第6是10啊 然後呢 再下一個是7嘛 7是12 所以兩個相加除以2得到是11 這是課本 所以25%的這個資料 在這裡面大概它的位置是在5 那60%的話是在11 這是課本的算法 對不對 那如果我們要用 用Excel呢 Excel裡面有一個函數 也是可以這樣算 那我們剛才那是%Rank 對不對 那 Excel裡面另外一個函數叫 percental.inc percental就是一樣百分比的概念 剛才是什麼 %Rank對不對 現在是percental 那percental的話 如果是include的話呢 一樣你把它的範圍 它的範圍去把它highlight起來 然後你要看它是第幾個百分比 你就給它寫 如果是25%就0.25 0.25 那0.25呢 它算出來的結果它告訴你 它的結果應該是的話5.25 如果是 就是按照我們剛才所謂的include的概念 就把0跟100包含進來的話 那你的25%的這個位置 在這筆數據裡面 應該是落在5.25這個地方 那我們的課本算出來是5 對不對 還是有點差異嘛 還是有點差異 那如果是exclude的呢 一樣 如果是exclude的話 你就把它 用percental.exe percental.exe 得到的是4.25 所以對不含0跟100的這個 百分比的概念來說 25%的位置 對這筆數據來說 是應該落在4.5 應該落在4.5 所以我們的數據 課本的做法 正好也是落在這兩個中間嘛 也是落在中間 那同理呢 你去做60% 一個告訴你是10.8 一個告訴你是11.2 那我們課本呢 是算數還是11 所以它有不同的算法 得到結果就不一樣 大家知道嗎 怎麼一點聲音都沒有了 好啦這個是有關百分比的概念 那 百分比的概念完之後 其實我們接下來要看的就是 因為我們這邊其實已經有寫了 這是會有所謂的跟中位數有關係 我們之前的中位數概念是什麼 中位數的概念是什麼 中位數的概念是什麼 剛好在中間 剛好是中間 那如果以百分比的概念來看 應該就是50 應該就是50嘛 對不對 所以 你來看一下這個中位數 中位數如果我們用 之前我們說過中位數有一個函數 就是median對不對 所以median的這個位置得到就是9 那你如果用 那你如果用 用課本 用Excel的這兩個 你用Percent 0.5 他也會告訴你 他的位置是在9 那如果是 用Exclude的呢 他也還是告訴你是9 他也還是告訴你是9 告訴你是9 好 那接下來 我們課本其實還會談到 所謂的Q1跟Q3 那當然Q1顧名思義是應該多少 第一個Quadron Q代表就是Quadron 四分位數 Quadron知道嗎 就是Quarter的概念 Quarter四分之一 所以Quadron大概Q1就代表 First Quadron 第一個四分位數 那第二個四分位數就是哪裡 第二個四分位數就是median 就是中位數 那第三個四分位數呢 就是75% 所以這邊其實是可以算出來 但是課本在算Q1跟Q3的算法 算出來結果跟我們用這個 Percental的概念 就是用Excel裡面的Percental 算出來還是有點差異 這個我們待會休息一下 我們待會下一節課再講 先把他切回來 先把他切回來 谢谢大家